第八个问题 每年每逢年届祭拜祖先 请问是否会有灵魂回来收灵这些事物 有也有点美 怎么说有呢 它在轨道它就来了 它如果又投身到人道 投身到畜生道 其他道了 它就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要知道 人在六道里头永远不断地在轮回 随着业力流转 但是我们每一年祭拜祖先 这是理解 这是报能 反本以报实 教育的意义 比鬼神来领失误的意义还重 连现在人都不孝 我们能这样做 带动让很多人看到 他能孝顺父 他能纪念祖先 这个功德就很大 所以不要重视 祖先来不来 要重视 因为我们对社会这一份的贡献 telling 我有什么 谢谢观看